讲得太好了 嗯 特别好 特别好 那怎么鼓掌啊 那就是我鼓掌了 就需要一个气氛 但是我就有一个问题啊 你看您二位讲了半天肉了 是不是该来个什么菜啊 我俩饿了 等半天了这 我们这个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 只说不吃 不对吧 说满了有吃的 有吃有吃的 今天呢我们还要麻烦这个提问老师 今天是不是给我们 哎呀喝 肉与肉与手呗 行了 没问题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 既能补充微量元素 能补铁 又能补充什么呢 富煤Q10 这样的一个营养菜 叫无水番茄炖牛肉 无水 还番茄 这里 还炖牛肉 这里关键有富煤Q10 我觉得哎呦 那咱们开始吧赶紧 那就开始给大家做这道菜 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可欣 今天呢 这道无水番茄炖牛肉啊 由我来为大家制作 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牛肉啊 改切成块 大家看这个牛肉啊 是这个肥瘦相间的 这个部位呢 又叫做牛腩 就是牛的肋条肉 我们先将这个牛肉啊 改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 现在呀 我们要将切好的牛肉呢 进行焯水处理 把牛肉当中的血污杂质焯出来 那么在这一步啊 大家要切记 一定是冷水下锅 然后再点火 水里面呢 我们可以加一些料酒 可以有效的去除腥杉味 番茄 我们要进行去皮的处理 将番茄顶部切一个十字花刀 现在呢 锅中的水啊 已经开了 有很多的这个浮沫 我们要及时的把这个浮沫打掉 现在可以看这个汤啊 是很清澈的 将火调小 我们把牛肉捞出来 将刚才超过牛肉的这个汤啊 咱们不要扔掉啊 把它烧开以后 我们直接可以用它了 来烫这个西红柿 然后啊 我们用手勺 轻轻的将这个开水 向西红柿的上面呢 浇淋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西红柿呢 这个皮啊 已经有的是开裂了 好 我们可以给它捞出来 现在啊 我们可以将这个番茄的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轻松的就剥掉了 我们将去过皮的西红柿 改切成块 这个块啊 不能切得太小 稍微大一些 切一点去腥山的葱姜 再切两个姜片 我们先将番茄 均匀的铺在锅底 下入我们切好的葱段 姜片 然后下入焯好的牛肉 加入白糖 为这道菜呢 增加一定的鲜甜的味道 加入食盐 少量的鸡精 一点点的料酒 生抽酱油 一点点的白胡椒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内胆 放到淀粉包当中 选择炖牛腩按键就可以了 现在呀 时间到了 咱们的牛肉啊 也炖好了 我们现在呀 给它装在这个 砂锅里面 撒上一些葱花 或者是香菜 今天的这道 无水 番茄炖牛肉 我想呢 您呢 也可以呢 立即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将自己的营养菜呀 以及照片啊 或者视频什么的 传给我们 如果呀 被采纳了 您呀 有机会 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 一旦被选了 您来 我们就把铁锋老师给请走了 这二位也不用来了 我也不一定出现 全归您 把您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如果呢 您也想吃猪健康 那您这别 别闲着了 赶紧跟着我们一起 每天学习 做一道 营养 营养